《天氣報告》 各位觀眾早晨 歡迎收看五月二十日星期二的天氣報告 我是楊漢賢 香港的天氣昨天比較熱 事實上天雲台六島最高氣溫達到32.0度 今年以來最高 新界那邊更加再高 在這麼熱的情況下 對流活動亦比較強烈 昨晚黃昏時有一條強烈雷雨帶 是橫掃了過來香港這邊 在這個過程裏面 亦為我們帶來一些比較強烈的陣風 個別地區好像在青州附近 昨天六島最高的陣風 是超過每小時90公里 除了說有些強烈的陣風之外 對流活動亦將高空的一些冷氣帶到地面 令到我們昨晚短暫時間空氣比較涼 我們看看這條紅色線 就是天雲台的溫度 亦在雨帶過後 八點多至九點這個期間 天雲台的氣溫下降了三度 其他地區都有降溫的現象 所以昨天的最低氣溫 其實在昨晚八點多至九點多時段 才出現 來到今早的情況 我們在華南沿岸仍然受到低壓槽影響 所以見到廣東地區普遍的天氣都不穩定 最新圖片天時剛好有一個強烈的雷雨區 是移了去香港東邊的地方 香港昨晚很多地方都下過雨 有幾毫米的雨量紀錄 至於溫度方面 我們今早早再次受到西南風影響 其實氣溫就上升了 新界那邊是24、5度 市區26、27度 而西邊赤立角附近更加是回升到29度 大範圍的衛星圖片顯示受到低壓槽影響 其實在華南沿岸很多地方都出現一些對流活動 雲比較多 不過看到這些雲團和雲團之間有些納粒 所以我們預測今日香港的情況 會是大致多雲 會有幾點趙雨和雷暴 日頭的時段將會短暗時間有陽光 氣溫最高可以上升到31度左右 就會吹一些和緩的西南風 至於未來幾天的情況 在華南沿岸會繼續受到低壓槽影響 所以我們預期這區的天氣繼續不穩定 而且亦預測會繼續有趙雨 天氣相信要到周末期間才會有些轉變 我們預計 屆時在南海北部和華南沿岸上空的反氣船 將會增強 屆時我們的天息就會好轉 天氣大就會變得比較熱 所以亦展望香港的情況 未來幾天繼續會有趙雨 到周末期間 天氣會好轉 陽光充沛 天氣亦會熱起上來 香港天理就講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收看 再見